笑死 太可愛了吧 好可愛喔 它的這個是有聲音的 可以推耶 嗨大家好 我是一麥 今天是瑪利歐兄弟驚奇的發售日 10月20號 那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從頭開始 藝人 我選瑪利歐 It's me 瑪利歐大叔的聲音已經換人了耶 在這一代已經換新的大叔的聲了 這次的舞台是黃黃王國 一個距離蘑菇王國不遠的地方 瑪利歐一行人收到了花洛里安王子的邀請 第一次來訪這裡 歡迎 還有中文的 你來這裡玩嗎 是的 我來這裡玩 是的 我來這裡玩 好開心喔 呵呵 好可愛 今天有好多把客 好好享受吧 哇 這樣好像還在看瑪利歐電影的感覺喔 驚奇花耶 驚奇花耶 欸 庫巴來了 我看到魔法師了 哈哈 驚奇花 又要被偷走了 變庫巴城了嗎? 連死人花都進化了 黑色版 色尾版嗎? 黑色尾版 他被關起來了 我們要去救他 救命 救命 怎麼會這樣? 驚奇花貝 那是大魔王庫巴對吧? 吸喔 重要的花花城堡竟然跟庫巴合體了 真的是太過分了啦 呃... 如果繼續放著庫巴管 真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來 嘿嘿 交給我就對了 你們願意幫忙嗎? 謝謝你們 帶路就請交給我吧 好可愛喔 跟著耀西跟偷天兔 加油喔 沒問題 太可愛了吧 我覺得全中配版還不錯啊 第一關 水瓶岩 什...什麼岩 哈哈哈哈 沒仔細看 過來 歡迎來到華灣王國 起始花田啊 那如果我按L是什麼 喔...L是世界地圖啊 選擇關卡 那我按加呢 喔...我可以隨時換角色啊 喔...很棒耶 好多隻喔 2...4...6...8...10...12...12隻啊 還可以用隨機啊 選擇關卡 再跳關吧 荔牌收藏 喔...他有說明嗎 沒有說明啊 荔牌是什麼 荔牌可以在關卡內 喜歡的地方放置荔牌 荔牌是你曾經到過的那個地方 喔...蹲下的時候就可以放荔牌了 在線上模式下 可以讓全世界的玩家放置荔牌復活啊 喔...了解了解 在關卡中會發現黑色荔牌 這是全世界玩家以前放的荔牌 觸碰一次就會變成彩色就可以使用了 荔牌有各式各樣的設計啊 在世界地圖的雜貨店 參加荔牌抽獎就可以獲得新的荔牌 收集大量荔牌之後 試著多多放置荔牌吧 每次放置 設計都會不同 就動作不同嘛 你看他左邊的動作不同 可以在主選單打開荔牌收藏 確認已經收集到荔牌 喔...就不同角色的樣子嘛 了解 儲存 喔... 所以儲存點是在進來遊戲後就可以儲存了 那我們開始玩吧 第一關 花花王寡 起始花田啊 難度一顆心 按B跳越... 按得越久就跳得越高 按B 好喔 喔... 這背景音好好聽喔 如果撞到他會不會變小 踩他好了 天氣真好 天氣真好 好舒服啊 喔... 下不去啊 喔...可以一直放就對了 那該不會是要讓我變成什麼 原來是要要變大象才行用啊 因為他奇怪沒辦法下去啊 呵呵...又來一個 嗯... 呵呵呵... 嘿嘿... 好好笑喔 這麼大隻的大象在賺一個房塊 怎麼了... 驚奇花出現了 來吧... 驚奇花 就決定是你了 喔...懂了懂了 要吃就對了 是這樣子啊 時間內吧 是不是有時間啊 唉唷... 那是收集不知道要幹嘛的耶 這樣就回來了 喔... 欸欸欸欸... 嚇死我 過了... 我來救你啦... Wonderful... 登登登... 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掰唷... 歡迎來到花花王國啊 我拿到了兩顆驚奇花種子 太好了獲得驚奇種子 拜託可以請你多收集一點嗎 他們一定能巴上滿的 好喔...沒問題的 叫給我了... 宰歌宰舞... 吞石花的驚奇曲 難度一顆星啊... 簡簡單單... 嗚呼... 好笑喔... 還可以站起來喔... 太可愛了... 還可以走出來啊... 欸欸欸... 給我把它收起來 欸... 欸... 這是不是可以下去... 欸欸欸... 真的耶... 笑死... 我跑到背景去了... 現在是在背景的那個... 瑪利歐兄弟... 欸...可是我的... 大象就被覆蓋了耶... 喔...它裡面有好多錢喔... 喔...懂了...懂了... 懂了...懂了... 就是拿錢的地方啦... 估計也是... 999個硬幣可以... 增...增加一條命吧... 可以到對面去嗎... 我也過去啦... 花竟然會走路... 真的... 我也驚訝了... 花竟然會走路... 啊... 再來一個... 啊... 啊... 可以踩嗎... 哇...好尷尬... 奇怪... 怎麼沒辦法叫出我的... 火焰花啊... 原來這就是... 吞石花進行曲喔... 這麼可愛...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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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死啦... 哇...尷尬了... 呵呵...又要聽它唱歌了... 再來一次... 欸...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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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太可愛了... 唱啊... 聽他們唱... 啊...來不及吃... 跳下來快... 欸...等你啊... 啊... 被陰了... 你得到了一個... 驚奇花種子... 回來了... 喔...好可愛喔... 他的這個是有聲音的耶... 噔噔噔... 剛才好熱鬧啊... 好可愛喔... 天啊... YAHO... Wonderful... 太可愛了... 可是...我到底要怎麼叫出我的花啊... 不懂... 耶嘿... 逃跑卡爾門的奔馳山丘... 逃跑卡爾門的奔馳山丘... here we go... 喔... 所以我們要去追他嗎... 所以我們要去追他嗎... 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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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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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哈... 你看他就有水了耶... 裝完就有水了... 不要跑... 不要跑... 放下你的硬幣... 幹什麼...幹什麼... 放下你的硬幣... 好...沒有位子囉... 沒有位子囉... 喔...喔... 原來是要用這個打的... 我想說那個要幹嘛... 跳好高喔... 這麼胖可是跳很高... 喔...他每一關會有三個大的... 十塊錢硬幣啦... 因為他剛才有顯示... 欸...可以推耶... 哈哈哈... 他被壓爆了... 喔...原來他是把他組起來喔... 我看懂了... 我看懂了... 他把他組成一個三字形就可以了... 可以下去嗎... 不行... 中間點... 中間點... 欸... 欸... 你找到了... 我找到你了... 你也太可愛了吧... 這配音樂好可愛喔... 哈哈哈... 劉華迪... 前一座就有了... 劉華迪... 呦... 哎呀... 放下你的晶蹄花... 哎呀... 哈哈哈... 欸...欸... 這是怎樣... 無敵心嗎... 欸...真的耶... 超級無敵心... 不要跑喔... 呀嘿... 好好玩喔... 哈哈哈... 這應該是要過關了... 對對對... 嚇死我... 喔...我懂了... 他會讓我那個... 喔... 他主要是攻擊我的那個... 戰利物啊... 獲得了兩顆驚奇種子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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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呵呵呵... 非常好... 不管是這個... 跟花花城堡合體的身體... 還是這股... 滿意而出的驚奇力量... 本大爺要獲得更多力量... 這樣一來... 事件就屬於本大爺的啦... 哈哈哈... 我會阻止你的啊... 可惡的酷啊... 不能再讓他為所欲為啦... 要想辦法追上他才行啊... 對了... 可以用那邊的螺旋槳花... 追上他啊... 好...沒有問題啦... 螺旋槳花... 欸... 嗚... 這是竹蜻蜓嗎... 呵呵... 好可愛... 追上了... 我們追上了... 新關卡... 新關卡... 哇... 他走過的地方都變壞蛋了耶... 他走過的地方都變壞蛋了耶... 喔... 好喔... 跟城堡合體的爸爸... 真的是好帥呀... 力量超強的... 誰都無法阻止這個... 閃閃發亮的巨大山區... 這也是BOSS啊... 好過分... 被捲成麻花啦... 他的房子啊... 現在正式使用驚奇種子的時候... 驚奇種子遇含不可思議的力量... 那我要怎麼使用... 喔... 驚奇種子是解鎖的啦... 他有三... 左上角有顯示... 三顆、十顆跟十四顆... 好... 解鎖... 所以我等於要到下一關... 我需要一關一關解鎖... 喔... 這樣等於我每一關... 都要多收集一些驚奇種子耶... 你沒事吧? 雖然我怕得快要枯威了... 但我還是守住了這枚重要的徽章... 啊... 徽章就是那個戴上... 就會發揮出各種效果的東西吧... 好像很受花花王國旅行者的喜愛呢... 如果王子殿下不介意的話... 可以請你收下這個嗎? 我相信王子殿下一定能善用他的... GET! 徽章! 太好了... 其實我早就想要戴上看看了... 有了徽章的力量... 我應該也能幫上各位的忙... 很讓王子殿下這麼開心... 我也開心得心花躲躲開呢... 只要使用徽章... 想必今後就會輕鬆不少呢... 掰掰... 太可愛了... 好喔... 喔... 徽章防止練習場... 帽子降落上... 按住R就會慢慢降落... 也可以揮動手把來操作... 喔... 要按住啦... 看懂看懂... 要選關了嗎? 來到寬廣的地方了... 又被捲成麻花了... 要蒐集更多的驚奇種子才行... 好了... 要從哪裡開始呢? 要是想要看地圖就按L吧! L! 地圖! 都有拿到三個石的硬幣耶... 喔... 這樣又回來了... 了解... 欸... 好自由喔... 他居然是這樣走的耶... 大家一起冒險吧... 這是什麼... 你好...我是通訊天線... 關於線上遊玩的事情就交給我吧... 那麼... 事不宜遲... 線上橋建議與世界各地的玩家一起冒險... 進行線上遊玩的話就可以跟世界各地的玩家一起冒險喔... 危機的時候還可以用各種方法互相幫助... 來吧... 切換成線上跟大家一起冒險吧... 好喔... 沒有問題的... 設定為線上... 參加線上遊玩之後用戶的名稱會向其他人公開... 好喔... 開啟... 通訊成功啦... 喔... 在這裡就可以跟朋友玩了啦... 橫衝直撞... 我是暴衝手... 這怎麼講得好像數碼寶貝啊... 還是神奇寶貝... 按R可以選擇回章... 配白... 配帶... 喔... 看懂... 他再幫我們撞就對了... 嗨... 啊... 要怎麼下去... 喔... 所以我還可以切換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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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自己下去了... 算了... 呵呵... 不理會你... 啊... 他還幫我衝... 他還幫我撞... 啊... 他沒有撞到... 難道是這樣... 他跳不下去... 喔... 喔... 他現在在幹嘛... 這感覺就是可以下去啊... 沒有... 猜錯了... 好無聊啊... 欸... 上來了... 我以為他是下去的耶... 哇...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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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發現... 啊... 發現他居然沒有現實了耶... 對耶... 他真的沒有現實了耶... 他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還有現實...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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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耶... 打不死耶... 喔... 就這樣上去就沒了...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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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欸... 傲笑... 後面兩個那個... 線上的玩家不知道在幹嘛... 你們為什麼不敢往前走... 啊... 喔... 死了... 那幾個線上玩家不知道在幹嘛... 太可愛了... 瑪利歐兄弟... 欸... 那我要怎麼拿... 喔... 我是要踩你上去吧... 我會受傷嗎... 欸... 我受傷了... 哇... 哇... 那我要怎麼上去... 欸... 欸... 啊... 上不去... 算了... 3... 2... 啊... 會變什麼... 喔... 好酷喔... 火力花... 啊... 哈哈... 這個好像麵包蟲的東西... 這是什麼... 啊... 這應該會有一隻在撞... 跟下去嗎... 不行... 要滾下去啊... 還是我人太小子了... 喔... 現在就結束了... 可是我沒有拿到金奇花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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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就... 過關而已... 沒有拿到金奇花啊... 喔... 只有一個啦... 估計剛才在空中的那裡應該還有一個... 好... 我們接下來要往... 滾動吧... 彈滾玻璃啊... 好...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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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該不會可以... 彈吧... 真的耶... 斷憂... 欸...他... 講的是... 斷憂... 那我應該把他放去哪裡呢... 喔~~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該不會往上躺還有東西吧 沒了 這只是一個卡榫點 嚇死我以為要被他推下去了 Emo 下了下了 應該可以用揍的吧 可以耶 不要跑啊 哇那我怎麼打他啊 你是怎麼上來的 你是怎麼上來的 這跳上來啊 不然呢 有立牌 有立牌 按B加速按B加速 復活 斷斷斷斷斷斷斷 喔喔 有點像是救命稻草的感覺啊 啊 差一點 不錯不錯 他算是蠻幫助新手玩家的 不要跑 好 要上去一次了 這要結束了啦 這樣可以拿到驚奇花啦 他就一個一個 唉唷 對耶 驚奇種子累積 笑死 太可愛了吧 我懂了我懂了 就是每一關會有驚奇花 然後我們要就是每一關都要拿到驚奇花 進去驚奇花裡面拿驚奇花啦 每一關我們要進去驚奇花裡面拿驚奇花 喔 再彈一次 啊 太棒了 哇 果然一個是驚奇花 驚奇花可以拿到一顆種子 然後過關也有一個種子 所以總共會有兩個種子啊 這是幹嘛 播音樂嗎 稍作休息 驚奇碎片音樂 是 會不會不會 喔喔喔 看懂 看懂 呵 為什麼要在這邊設一個那個 升級點 好,好! 很有趣耶 收集這麼多 驚奇種子,有這麼多一定有辦法的 我們去那個捲層麻花的地方吧 要打王嗎? 我先把這個解決好了 稍作休息 衝刺夠 按歪移動可以衝刺 用衝刺來獲得 那是活影跑嗎? 呼呼 沒有笑耶,那麼多活影跑 這裡是雜貨店 喔,所以我們拿到的花花金幣可以在雜貨店買東西 喔,還可以用種子賣 還可以買種子,不是用種子買 還可以買麗牌,抽一下 喔,瑪利歐游泳 再抽一次 公主蹲下 喔,懂 力量提升徽章 來,我買這個 一百塊可以買幾個 喔,一次最多買一個 要換徽章 換上好了 所以一次只能帶一個徽章 打倒敵人就可以獲得金幣 喔,了解了 試試看好了 我們先試試看 雖然我覺得那個帽子的飛翔好像比較實用 有點像是狸貓 解鎖 解鎖 翻山越嶺 花毛毛賽跑 按歪加移動可以衝刺 要搶在賽跑花毛毛前面抵達終點 我們要跑很快的意思啊 很快很快,開門 開門 花毛毛 花毛毛 這是要比快啦 啊,那我應該要換用飛的啦 用飛的比較好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哪邊有沒有那個驚奇花 不拿了不拿了,都不拿 哇哇哇 哎呀哎呀 果然要拿飛的啦 戴帽子來可能比較實用一點 這裡有驚奇花,我看到了 我們要把那個驚奇花累積 驚奇花跑去哪了 哇,不知道驚奇花跑去哪了 哇,黏起來了耶 好好笑喔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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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很好 最佳成績58秒 喔,贏了,他就送我驚奇種子 十三顆驚奇種子 太好了 我們在花花王國著名的花貓貓賽跑中獲得勝利了 而且花貓貓還送了自動超級蘑菇徽章 給我們單紀念 觀看開始會自動掏用超級蘑菇的效果 是個很優秀的徽章 要換上試試看嗎?好啊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會變大 這樣就過來打王了 哎呀!居然連重要的神殿都被捲成麻花了 保管著這個國家特別的寶物 也就是卓越種子 在寶物被拿去做壞事之前 一定要想想辦法 喔! 這個上下是什麼? 關卡 那我先從上面這一個好了 這應該是接過去的關卡吧 看起來 還是我要先到我手下面 這感覺是要通訊哪裡的 喔! 喔! 還有這麼多關喔 真的耶! 好多關喔 三顆星的 兩顆星的 那這裡還有一個 裝塊可以打 看見星星了嗎? 有! 看到了 數量多的關卡 會有挑戰性 有星星可以試試看 了解 下面有三關 那這一個是什麼? 這一個是買徽章吧 啊啊啊啊啊 我要下去啦 攀牆跳躍 難度1 揮章挑戰 攀牆跳躍 跳躍的時候 按下BK 往上跳躍一次 喔! 我懂啦 這是我剛才在用的 跳 欸! 直接這樣跳啦 他可以原地跳 喔! 欸!原地往上跳 好! 我要下去! 我要下去! 啊!下不去了 嗯! 少拿一個死的 喔!爬得好啊! 啊! 啊! 哇! 司徹 應該要帶我的帽子 帽子來才對 喔!我懂了 那這樣的話 我還是帶帽子來好了 沒帶帽子來 跳不上去啊 挺厲害的嘛 挺厲害的嘛 Wonderful 怎麼這麼巧 剛好也有人跟我同時來打 太好了 我們收到剛才用過的徽章了 歡迎上徽章試試看吧 又有新徽章 喔! 所以我們剛才是裝了那個徽章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往上跳啦 可是我現在比較想要的還是那個欸 帽子降落傘 恩...不然我們先用用看好了 打打看BOSS啊 解鎖 水管岩平原的神殿 難度三顆星 難度三顆星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城堡啊 庫巴城啊 帶盔甲了啦 他們這個是射圍板欸 對 喔喔喔!是這樣下來的 呵呵呵呵呵 他其實好像真的蠻不錯的欸 往上跳這一招 他怎麼變身好像超級斯亞人 喔喔喔 那一個要怎麼拿 要等他變回來才行動 看到了 驚奇花 大象 來 可以碰嗎 應該是穿過去喔 看起來 真的耶 來 我們要追到驚奇宗旨 哎呀呀呀呀 他要去哪裡 被贏了 沒有人放 沒有人放啦 輸了 好 我放棄 所以我們應該要找一個地方 要先放一下救一下自己 這就是難度三顆星耶 我不相信 再來 再試試 小心不要碰到煙幕啊 這樣比較安全 喔 他被壓死了 他被壓死了 我看到了 驚奇宗旨 GET 打亡了嗎 要打亡了嗎 第一關就這麼簡單嗎 真的耶 還可以讓我選喔 啊 我竟然沒有抽到大象 啊 我怎麼叫大象啊 前A 後A 都不是啊 喔 我懂了 他說按住A啦 喔 原來我要A壓住才會召喚大象 好來 決戰 什麼啊 你們是來妨礙我的嗎 好吧 就陪你們玩玩吧 這座神殿充滿了爸爸的驚奇力量 這座神殿充滿了爸爸的驚奇力量 我感覺自己所向無敵 放馬過來吧 唉唷 我可以直接 可以耶 打你屁股 太可愛了吧 要幹嘛 他進化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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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是很好嗎 笑死了 笑死 所以我現在在幹嘛 他把我變那麼大還幹嘛 哈哈哈哈哈哈 太蠢了吧 啊 原來他不是只有把我變大 也可以把他自己變大 笑死 他自己來搞自己啊 喔不對驚奇力量可能是 可以幫他也可以幫我 逃跑啦 超大顆 變回來了啊 就這樣瑪利歐一行人奪回了神殿 他們順利拿到了卓越種子後 馬上出發追趕與城堡合體的庫巴 究竟瑪利歐一行人 人否阻止庫巴的野心呢 想必是可以的 好喔 沒有問題的 花花好可愛喔 他配音 城堡變回來了 這前面是花花王國的中心 花花群島 好吧去追庫巴吧 所以我們剛才還在水管岩的部分 庫巴應該來到這邊 啊 那是 庫巴城啊 哈哈 只要有這些 烏雲屯石花 誰都無法靠近啊 怎麼好像災惡啊 那加濃嗎 來啊聚集力量吧 太可愛了 哈哈哈哈 嗯 他居然做出這麼可怕的事情 到底要怎麼辦 咦 這是 喔 封印他嗎 真的耶 少了一條 嗚 他吸走了 怎麼會 你到底做了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要過關的話 一定要收集這個卓越種子 先把他的防護罩打爆啊 烏雲屯石花打爆 剛才的是卓越種子的力量 原來如此 既然這樣 拜託了 請跟我一起尋找卓越種子吧 卓越種子會保護花花王國 是一種特別的寶物 用他的力量來除掉那些 保護庫巴的烏雲屯石花吧 唉唷 被我塞對了耶 還真的是這樣 只要除掉烏雲屯石花 應該就能抵達庫巴那裡了 太好了 謝謝你們 既然決定了 我們就朝北邊的朵朵高山出發吧 北邊的朵朵高山啊 他需要五個驚奇種子 山頂上的神殿應該有卓越種子才對 所以我們就開啟往上的道路了 花花群島是什麼 花花群島就是花花王國的正中間 是條周遭與王國各地相連的海上道路 從這裡往北就是朵朵高山 查看整個地圖就能看到清楚的 花花群島跟各地相連的樣子喔 按下L之後再按X就可以看整體地圖 這樣看起來很大耶 我們剛才第一關叫做水管鹽平鹽 然後我們現在右邊這裡是花花群島 花花群島等於要繞一個圈啊 所以他現在是希望我們先到朵朵高山 最上面的朵朵高山嘛 然後再往右邊這樣繞一個大圈 然後最後再回來打中間的花花群島的庫巴 看起來是這樣啊 理解理解 好啦那不然我們先玩到這裡好了 儲存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遊戲真的是蠻有趣的 有很多以前沒有想過的玩法 例如說他這次說的徽章立牌 他還減少了那個時間的壓力啦 讓小朋友在玩的時候比較不會有挫敗感 我覺得還蠻棒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裡好了 大家掰掰 我是一麥下次見